一会说接触 一会搞对抗 马克思疯狂拉扯 中国需要让他吃点苦头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反复无常最小人 菲律宾狂刷存在感 有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呢 反复无常最小人 这话放在马克思身上 最合适不过 身为菲律宾总统 马克思在面对南海问题时 态度总是在反复横跳 比如说 前段时间 他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发表讲话 把南海局势比作二战 还说菲律宾会和二战期间一样 再一次站在同盟国这边 但是最近这几天 他的立场似乎又开始软化 3月4号的一场活动中 马克思突然跟中国攀上了亲戚 说两国有着共同的中国基因 他准备通过正式渠道跟中国合作 应对南海挑战 结果 当他跟中国攀亲戚的时候 菲律宾又策划了一场围绕人海交进行挑衅行动 好在中国海警及时发现 依法对其采取管制措施 粉碎了菲律宾的挑衅计划 一会儿希望双方接触 一会儿又搞对抗 派出船只擅长中国领海 菲律宾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菲律宾的疯狂拉扯 目的在于试探中国底线 这其实是美国极限施压的那套玩法 先把局势搞紧张 然后说点软话 缓和一下局势 等我们放下戒心了 又开始搞对抗 一松一紧之间 既能够方便菲律宾配合西方媒体进行舆论炒作 又不用承担战争那样风险极大的结果 马克思的拉扯功夫虽然师承老美 但学的明显没到位 比如说 他跟中国攀亲戚 说如果测基因的话 大部分菲律宾人都有中国基因 这个方向没什么问题 但是紧接着 他又说菲律宾的族谱中有一个臭名远洋的中国海盗 他历史上曾在南海水域活动 这句话有心之人都能听得出来 这是在指桑骂怀 按着中国是南海海盗 当然 不管马克思的拉扯功夫怎么样 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不停的刷存在感 是非常惹人厌烦 那么有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能解决菲律宾呢 要说最好的办法 那自然是直接针对美国 赢下中美博弈 牢牢控制南海各道礁 让美非放下对南海的觊觎之心 但这个办法 说起来简单 却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博弈 不过单纯对付菲律宾的话 倒是有另一个简单的招数 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就是没收作案工具 从去年到今年 从仁爱礁到黄岩岛 菲律宾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套路 先是组织渔民 海上民兵等蓄域挑衅 然后通过西方媒体的镜头 将其歪起报道为中国 以大欺小 从而塑造菲律宾是受害者 中国是霸凌者的形象 既然如此 我们也可以利用渔民力量 在仁爱礁 黄岩岛设下包围圈 任何擅长的飞防船只来一艘 扣一艘 不仅要扣留船只 随传记者的摄像头 手机等作案工具 通通都要没收 对付擅长中国水域的人 这种程度的应对并不过分 总而言之 在南海问题上 必须让菲律宾吃点苦头 增加他们作案的成本 否则每次一来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何来敬畏之心呢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